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于建华点评 2018年11月2日至2019年2月举办的新时代大国外交系列演讲游文汇报社和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 共同主办该系列演讲共分武器 分别聚焦中日关系 中美关系 中俄关系 中欧关系 大国外交 每期将妖精护顶尖学者同台主讲 对话 本地中青年学者点评 要点抢先看一今日 欧洲所欲种种挑战 大都是未能预期到的后果 二一体化往前还是放缓 这是个问题 三中欧关系 不确定性世界的一个确定性 新时代大国外交系列演讲第四期 即第126副四期文汇讲堂中欧合同 互动中的伙伴地址 微海路755号上海报业大厦二楼报告 经活动介绍主讲嘉宾 黄平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所长 对话嘉宾陈志敏复旦大学副校长点评嘉宾 于建华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主办单位 文汇报社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报名方式 1月10日至1月18日到httpsglndzy.fnqier.cnfrdlw4e 填写报名表讲座评票入场 请务必详细填写地址网络实名制报名 额满为止 或点击文末阅读原文进入报名页面 讲堂新栏目 我想说VTED2019正式上线 为提升讲堂的互动性从2019年起 讲堂现场将新式栏目 我想说VTED每期提前五分钟开场 由一位听友发表五分钟的VTED演讲 讲述自己行业内的变化 与现场听友分享自己的所感所思 本期将由文汇讲堂主任理念演讲APP时代 我与文汇报互动 上期游在外企从事市场营销的徐元军 分享建立与Stranger的强关系 欢迎新老听友的后续参与 温馨提醒一讲座评票入场 请务必将地址填写 清晰便于邮寄门票若报名后 有时不能到现场参与讲座 请至少提前两天发送请假信息 至文汇讲堂邮箱 whjt at whhb.cn 谢谢配合 二欢迎大家关注文汇讲堂微信文汇讲堂 及文汇APP文汇讲堂频道 及时获得更多文汇讲堂 讲座相关信息嘉宾演讲内容 经编辑后将在文汇报上整版刊登 音频将上传文汇微电台文汇讲堂频道 任何PC端和手机客户端 都可下载喜马拉雅听音频软件 搜索文汇讲堂2018 加逼简介黄平中国社会科学院 欧洲研究所所长 研究员 新任中国世界政治研究会会长 国际跨文化研究所联合主席 欧洲研究 欧洲蓝皮书主编等 曾任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 美国研究所所长 读书杂志执行主编 与王辉合编1996-2006 并曾被选美国际社科理事会副理事长 国际社会学会副会长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兼理事会副理事长 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所务委员 1991年 或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社会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是社会发展 现代性 全球化 中美关系 中欧关系 陈志敏 复旦大学副校长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国际关系专业研究生 毕业法学博士教授 历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副系主任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 院长 校长助理等职 长期从事国际关系 外交理论 欧盟外交等方面的研究 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人才计划 上海市领军人才计划 是外交学领域的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别教授 其助数包括中国 美国与欧洲 新三边关系中的合作与竞争 当代外交学欧盟对外政策一体化 和自国家政府与外交事务等 曾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著作一等奖 法国政府授予的东驴教育歧视学章 欧盟委员会授予的 让木内讲座教授称号于建华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院创新工程国际安全学科团队首席专家 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 中国世界民族学会 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 和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常务理事 上海市世界史学会 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副会长等 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和法政学院 1988年入院后 从事国际问题和世界历史研究 主要进行国际安全世界民族问题 能源政治和恐怖主义等 中东和中亚 犹太学 亚欧中欧关系和中国外交等领域的研究 主要著作和合作 包括民族主义 历史遗产与时代风云的交汇 民族主义 国家结构和国际化 走出封闭的外圈 从丝绸之路到亚欧会议 亚欧关系2000年 上海合作组织非传统安全研究登附 上海部分高校邮编一栏 学生填写收票地址 为学校地址的 请讲座前三天 自行前往学校收发室 校内邮局等 继送平信处查询并领取门票 数字经济智库政治学 与国际关系论坛 为了更好的服务数字中国建设 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加强数字经济建设过程中的理论交流 实践交流 新闻参集 写业 别忘 Acme